明航区发布组成区的中部板块单元规划 这个是我们前次说到 因为它涉及到了九亭 我们谈了一次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这个明航区这么长一个区 它的中部 中部这包括哪些地方呢 中部当然自然 这个七宝 红桥 这个区域是最重要的 作为明航区来讲的话 那这个明航区主成区中部板块单元的规划草案 即日起到12月26号之间 正在公式当中 涉及到五个街道 五个街镇 七宝镇 虹桥镇 梅龙镇 新庄镇和古美街道 那其实它的这个目标来讲的话 一个是现代服务引领区 一个是创新示范 转型的示范区 文化魅力彰显区 美好生活的品质城 所以对于中部地区 这个纵贯南北的敏衡区来讲 它的中部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中部区域这五个街镇呢 它的人口要控制在103万左右 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是79.5平方公里 他们做了所谓一带六郎 四星五片 就是把这些区域呢 各自画了一下 但是大致可以看到的是 新庄城市副中心 梅龙地区中心 红桥地区中心和七宝地区中心 这四片呢 大致是这个中部地区的特色中心 那其实很多人更关注的是 土地规划的利用 土地规划利用当中又是 对绿地的这个规划 那基本上也是外环林带 和沿主要的交通干线 以及区界设置了三类四类的 这个绿化地域 那七宝老街呢 也被列入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中 所以七宝老街还存在 这个体质生肖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未来希望七宝镇呢 交通更加便利 旅游更加欢畅 而不是人人这个弹枝色变的 这个小偷多的地方 那其实交通更是这个中部地区的重中之重 因为它既有南北的这个问题 也涉及到东西向区区通的问题 所以这个道路系统的规划设计呢 大致是首先当然还是公交优先 鬼交引导 其次呢还是四红三红 四横三红高快速路网 六横六红的骨干路网 这个外书内通 书解过境这个交通 打造宜人的街区 所以整个敏航中部的这个板块 五阵五阵的这个规划 值得大家关注